今天是末世降临后的第13657天 这些人居然有着精良的装备和窥解 几人直接被放倒在地 他们并没有对安妮几人下手 而是将他们关进了类似车厢的狭小房间内 安妮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她起身开始在车厢中行走 守卫一共11人 她准确地记下了所有人的名字 没错 安妮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和超群的想象力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她给对方的代号 但缺点就是自己喜欢幻想 她突然发现了车厢内木板的缝隙 因为过于用力自己的手指也被扎进了木层 但她意外地发现了由梅子被关的车厢 安妮不喜欢狭小的空间 她觉得应该想办法逃出这里 但由梅子此时已经身负重伤 安妮一直与她保持对话确保由梅子清醒 但此时她看见了士兵将由梅子带走 她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目的 就这样安妮在木屋内坐了一宿 但由梅子一直没有回来 而此时的她看见被阳光照射到的缺口 这块钢板居然一拽就开 她从车厢中逃了出来 正好碰到了对面车厢内的游巾 游巾劝说安妮赶紧回到车内 因为她不想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 突然两名士兵经过 安妮迅速躲到车厢侧面 士兵走后她再次回到游巾面前 游巾告诉安妮她只需要等待 自己会跟对方谈判 而她刚回来就被士兵带走 在反复检查过安妮身上没有咬痕后 她被带到了审讯室 对方非常机械地一直提问 问的都是你叫什么朋友 叫什么之前是干什么的基础问题 而安妮并没有心情跟她在这过家家 她只想知道西杰几人在哪 安妮被直接打到 在醒来的时候已经回到了车厢 她第一时间去呼唤游美子是否还在 但她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然后安妮再次来到钢板前 她又偷偷地溜了出去 对面车厢内的游巾也消失不见 见此安妮再次回到车厢 而此时她的头顶突然传来声响 是西杰 她准备带所有人离开这里 西杰准备找到游美子和游巾 见到的人都格杀勿论 但安妮却表示反对 因为游巾游美子的意愿 都是伺机而动 尽量不去招惹对方 两人因为意见不合大吵一架 但他们并没有真的跟对方生气 因为每个选择都会发生不可预期的后悟 此时车厢内的门突然被打开 是来送饭的士兵 当安妮准备向对方示好的时候 士兵却被西杰直接干倒在地 西杰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见到所有的敌人格杀勿论 但在那之前安妮准备从士兵嘴里 问出有用的线索 士兵告诉两人自己只是实习生 他们来自一个非常庞大的社区 大到他们无法想象 而他们需要做的就是 配合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话刚说到一旦安妮就被放倒 见此西杰上前帮忙 他坐在士兵身上就是一顿炮拳 安妮上前劝阻 却被西杰一顿臭骂 此时的士兵都懵了 他不知道安妮在和谁说话 安妮这才反应过来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西杰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而且车厢内 游美子那面的缝隙也消失不见 车顶的盖板也从来没有 身后的钢板更是不复存在 弹幕已成舟 安妮准备独自逃跑 但来到围栏旁他又开始犹豫 虽然他们没认识多久 但是自己得到了几人的认可 他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 安妮选择再次回到车厢内 他对刚才自己所做的一切道歉 而且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 因为自己有些精神分裂 所以他请对方不要和自己一般见识 最终士兵打开了车门 而此时刚回归的马迹又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